收掉牠吧 收掉牠吧 大家好,我是Lio李源 歡迎大家收看原來如此寶可夢珠子 當打對戰之家族挑戰 我這次要來挑戰的家族是關東三神鳥家族 閃電鳥、火焰鳥和急凍鳥 同時別名火焰鳥、急凍鳥搶救大作戰 之前的加勒爾三神鳥家族挑戰 提過關東三神鳥中的急凍鳥跟火焰鳥真的很難用 尤其是對手放隱形岩就直接廢掉了 秉持著成都四千王梨花承受過 強大的寶可夢、弱小的寶可夢 這些都是人類貼的標籤 所以我這次要來幫惡鳥平反 這次挑戰的配置 火焰鳥放棄掉強大的特攻 改強化雙防 利用火焰漩渦跟鬼火來害惡對方 與其跟替身來強化自己的續航力 配備綁緊束帶來強化火焰漩渦的束縛傷害 從八分之一提升到六分之一 配備鋼太金來預判對手放中毒 這隻專門對付對手的亥惡寶可夢跟物理型寶可夢 極凍鳥放棄掉它的特性 我看多數人的玩法都是絕對零度靠賽 或是特性血影加倒計光粉來提升迴避率 兩者都太吃運氣了 極凍鳥的雙攻我覺得沒差多少 我決定來玩攻擊型極凍鳥 強化攻擊和速度 利用講究圍巾、超車、正義法、鐵包袱、不劍爆 碰到不利的對局就用極速折返換走 閃電鳥就玩常見的防禦型搭配突突頭盔 負責中轉替換,輔助火焰鳥跟極凍鳥 出場順序,如果對方會撒影行鹽 就讓火焰鳥看極凍鳥先上 其他就預判對手的寶可夢來決定對位 三鳥很怕炎跟電屬性的寶可夢 但我真的很怕對方出影行鹽 所以我另外三隻放大嘴鷗、幽瑋懸魚、五道雄獅 來避免對方出炎系寶可夢 如果對手出電系寶可夢 就靠閃電鳥處理啦 我們馬上進入關東三神鳥家族挑戰吧 對手的組合 對手的組合 哇,他的鐵壁榜直接剋我三鳥 有點棘手 所以我覺得他沒意外應該會出鐵壁榜 然後 我覺得鐵包袱應該也會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點棘手欸 不妨先火焰鳥棘手好了 火焰鳥應該可以 除了鐵壁榜之外 其實他應該擋不了 說錯了 除了鐵壁榜之外 其實他應該還擋得了 所以先火焰鳥棘手 我看他出什麼 好,GO 好,GO 哇,烈雅露莎 他應該是灑隱形人的類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先火焰漩渦吧 先把他綁定 我看 完了 集中鳥廢掉一半了 再用鬼火把他的物攻招廢掉 希望他不要有煙氣招死 直接太金化 哇,他鬼火沒效了 欸 欸 難道 他是 圍巾的類型嗎 好像是圍巾的喔 那我先替身 反正他這裡已經被綁定了 跑不掉了 真的是圍巾欸 然後現在我就繼續火焰漩渦 我 加減打 應該下回合就可以把他打敗了 應該下回合就可以把他打敗了 哇 哇,他也太浪費了吧 竟然把太金化用在烈咬路燒上面 欸,沒了喔 他下隻應該又換了 好,我們繼續用 果然換下來了 啊,這一隻喔 這隻喔 這隻喔 沒關係 他這隻 會不會鬼火 避不掉鬼火 避不掉鬼火 出過難了 他還是忘記我有替身的事嗎 還是忘記我有替身的事嗎 我就慢慢跟你耗 再來喔 我繼續替身 對手應該是沒辦法 應該可以收掉吧 四個回合火焰漩渦 收掉吧 收掉吧 收掉了收掉了 太好了 這隻是大敵耶 對方應該想不到 會不會火焰鳥一創二 他是不怕嗎 仙雨七 仙雨七好了 對,他是圍巾耶 可能會被他收掉 被他收掉了 那就 閃電鳥吧 反正他下面綁定龍爪 先雨七 他下面綁定龍爪 是蠻痛的 還是蠻痛的 看你最後一隻怎麼跟我打 鐵包斧 就沒什麼好說的啊 太進化給閃電鳥了 用最痛的死亡福特 閃電鳥撐住他的傷害喔 這隻也是蠻痛的 撐住 打死他 水啦 火焰鳥閃電鳥 火焰鳥 閃電鳥們表現得都非常好 火焰鳥 感謝對手指教 對手的組合 我覺得 我覺得沒意外的話 應該就是那個 大牛拿起手 這隻古劍爆也有可能 不然就火焰鳥 好,不然集中鳥起手 給他表現一下 古劍爆 有點麻煩 先繞跑吧 無錫啊 出出頭盔的類型 如果是這個類型的話 他... 他火焰鳥上來處理他 好了 先鬼火他廢掉他的攻擊 因為他... 他可能不一定是加攻擊 突襲 好 既然他要一直突襲 我就替身吧 躲你的突襲 他不突襲喔 我也說 真是的 先語氣吧 又想突襲 他怎麼那麼喜歡突襲啊 我就偏不... 我就偏不打你 那麼喜歡突襲 嗯... 沒關係 他應該會繼續打 應該快沒血他才會突襲 果然 他應該就是會一直打過來 欸...他沒打破耶 那可以喔 把他收掉吧 收掉你 又是這隻 水流連打的話 就... 閃電腦吧 不突出否可以對付他 只要他不帶全套 應該是可以處理 他想打一發最痛的 撐住啊 閃電鳥 我可是幫你把血汗防禦都斷滿了 還好還好 沒有很痛 他應該是圍巾的喔 只是我也... 扛不住第二次了 應該是扛不住了 應該是扛不住了 嗯... 我扛不住第二次了 沒辦法 欸...運動拳 欸... 結洞 結洞 這是... 好...至少拿到麻痹耶 這次好事 結洞結洞結洞 啊...可惜 這段運氣也太好了 算了 他結洞我麻痹 我算公平 嗯... 他爬去語氣看看 運氣太好了 呼... 趕快回一點血 撐住... 閃電鳥漂亮 嗯... 嗯... 繼續回血 嘟... 哦... 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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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把集中鳥 最後給你表現了 我覺得你應該是無法收掉的 這隻喔 我覺得他會擊掌其實耶 煩耶 而且他就會... 就會開啟他的那個... 嘟... 好像沒辦法 我還是不要讓妹太精好了 其中鳥就靜力就好了 我覺得應該... 你應該是無法收掉的 盡力就好 欸 竟然沒有擊掌吸血了 那有機會 哇 集中鳥 終於表現到了 集中鳥辛苦了 太棒了 感謝對手指教 對手的組合 那個奧地瓦感覺就是駭二 如果是這樣的話讓集中鳥起手吧 因為他可以克他三隻 兩隻格鬥一隻草 然後他的 玉獵熊也可以克 直接用冰克 換你的集中鳥 就是這隻啊 那我就不糾結 直接太進化 用來猛攻直接轟過去 收掉他吧 幹的漂亮 集中鳥 這隻很駭二喔 這隻很駭二喔 換火焰鳥上來對付他 果然是駭二喔 這隻很駭二喔 這隻很駭二喔 冥想類型喔 這不可能避免他 強化起來 這有點難喔 他可能是輔助力量型嗎 盡量把他血打殘 然後再靠集中鳥 用來猛攻來收走 怎麼這樣處理 啊 馬幣 啊 馬幣 哇 鬼火中啊 好 鬼火焰這也可以 可是他 他這樣子很有趣喔 所以他 他是不是沒有特空招啊 因為他還剩下一招 不知道是什麼招 可能是月光 那他們可能沒有特空招欸 他可能沒有特空招 還趕快雨漆 雨漆回起來 對啊 如果他沒有月光 那對我也是一件好事 對啊 如果他沒有月光 所以他 最後一招真的不是月光 所以他 最後一招真的不是月光嗎 沒辦法 先替衝 貼棒喔 喔 那就麻煩了 五套雄獅 五套雄獅 一定要先鬼火他 希望中啊 中中中 打中啊 太好了 嗯 不太能讓火影在這邊下去 要拿著對部月亮移步 靠賞電流 幾首 他打最痛的 好痛喔 沒關係 我血回起來 足夠回血 至少不要過半 我都 只要不要亂數打死就好 拜託不要亂數打死 那我回血回起來 撐住 喔 好險 剛剛跟他慢慢的 就這樣要跟他慢慢好 還好 感謝對手指教 對手的組合 嗯?怎麼一樣有喵喵家族兩次啊 不過他的組合感覺就是大紐拉排第一個吧 那就急凍鳥騎手 上吧 就是一座托母 那就有點棘手 都對他不好 那你直接趕快跑 但是放哪隻隻都很危險 他如果放電視 會打得中 我回鳥看看吧 也許他會放那個 燃燒在盡 伏特計畫呢 還是很痛耶 應該是眼鏡之類的 就是這隻喔 他應該比我快 先去比試看看吧 先去換我 他這隻是王牌 應該 他應該會太精彩了 那沒關係先打看看 看看想做什麼 又沒中這個時候就 很...阿差 他應該不被打倒了 他應該被打倒了 他應該是要被打倒了 他應該是不能打倒了 他應該是穴 不然他應該是穴 他應該是穴 啊他這次最棘手的 我這次可能都打不動他 如果我太進化就會改放火系招式 怎樣都不行 先武器吧 他比較快 他也生力了 那機動鳥把他收掉 按錯 這個好掉了 好吧也許按錯也是一件好事 看看要換哪隻 換閃電拿來出租 又是這隻 上馬閃電鳥 把他的提升破壞掉吧 又跑掉了 又跑掉了 又是這隻 又想要 再來一次嗎 不知道他想幹嘛 反正先打就對了 又倒了 應該是換洛脫的 他應該要放電視 我們就繼續放失望服退 過了 過了 換我回擊 快點 有點麻煩 現在沒一點血 又跑掉 只要放這隻 只要放這隻 他會被我收掉 我輸入可是比他快 我輸入可是比他快 我輸入 就收掉他吧 好硬喔 竟然收不掉 下次也可以收掉 就沒想到這麼硬欸 就把特防 換血量 換血量嗎 他應該上半頭血量不如放 只要使用時裝服特 退彈體力不夠 還硬要放 對方就是硬來欸 他被應該是綁圍巾 對啊 他這樣很虧欸 為什麼這樣超虧 阿姑算錯誤了 那應該是可以把他鎖掉 應該有機會 過了 好痛喔 沒關係等一下靠閃電鳥應該有機會把他鎖掉 應該可以 閃電鳥應該可以把他鎖掉 閃電鳥應該可以把他鎖掉 閃電鳥辛苦了 接下來靠擊中鳥 應該可以靠油鳥網 應該可以把他鎖掉 我們都要鎖 當然他應該會換隻 沒辦法 只能給他換 又是再生力 算吧 極凍鳥 算吧 極凍鳥 收掉他的路托母 剩一點點血你可以吧 你可以吧 收掉他吧 YES 收掉了 極凍鳥 表現不錯 辛苦你的極凍鳥 感謝對手之交 來到我們家族挑戰講評時間 關東三神鳥的勝率逼近50% 還是沒有加熱三神鳥牆 但火焰鳥跟極凍鳥經過特調之後 總算可以獨單一面 即使碰到隱形連也不怕 就讓火焰鳥變成剛系 極凍鳥靠講究圍巾 先手輸出不會因為半血 而沒做事就下去 極凍鳥開飛行太盡後 可以用油鳥猛攻 秒掉正義法 打殘古劍爆 多數人猜不到我玩攻擊型 給對方打個初期不易 火焰鳥害二對手 對方也想像不到我是這個玩法 基本上這兩隻都是靠初期不易的配置 來打敗對手 這三隻的排名 不意外的話還是閃電鳥第一 屬性搭配真的很好 火焰鳥第二 戰術性的運用比較多 極凍鳥第三 不是靠運氣 就是靠我這個配置強攻偷襲 在目前的對戰場上 比較難應對主流寶可夢 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關東三神鳥家族挑戰 如果你有想看的家族挑戰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 我會接下你們的挑戰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訂閱按讚分享和點擊小鈴鐺 我是Leo李源 感謝大家收看原來如此 寶可夢珠子單打對戰之家族挑戰 我們下次見